在群结是上场 今年呢我们前面提到有一场的一个初赛 就是在318 就是在3月18号 这时候呢代打部队也开始准备了 今天没有先发的张志豪 也已经在一旁呢 这个做好准备 这时候呢取代了原本的黄志豪 这一个代打时机啊 恐怕还是今天没有让张志豪先发的 上队交流团没有想到说 这个时候居然派上用场 那如何结果如何就来看了 现在两分之差 一出局一三六人 第一个小猛力一挥 形成了一个界外 生涯面对右打的压制性呢 徐云杰当然没话讲不到两层的被打击率 左打就高一些了两层五六 当然这也是这时候 相对换上张志豪的一个原因 张志豪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 是四个打数有一只安打 这个球打成了一个界外 张志豪这两个回击 真的不是只是想得分而已 一棒想要把比赛结束的味道 好像有这个气数 那金面球季 张志豪呢也曾经有一发全雷打 是3月21号所集出的 哇 生涯的对战呢 七个打数也打了三只安打 所以这个带打换的也是 恰到好处 从数据面来看呢 是非常的合理 好球 打车没有出棒 这个球才有准 这个球才有准 非常精彩的一个头打对决 再两好球了 然后飙到这个外角球 都会让打者瞬间有点措手不及 这时候要继续换代打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刚才这个球真的刁钻 这时候当然要继续地启用代打的部队上来了 主打的张明晏 来取代了今天呢 打了一战打的陈江河 事实上这时候不要说常打了 再有得分就真的比赛就怕死了 我现在就已经真金了 对啊 因为现在来打的啦 张明晏也有长打的能力 对就等于是超前分 这个一棒就让一个比赛的结果不一样 打击的张明晏 本季到目前为止以代打为主 全部都是以代打的身份没有先发过 还没有安打的出现 还好这个球呢 俯首的反应真的也够快 这时候万一变成三壘这一分回来 一壘又上二壘 那真的压力就更大 对 生涯的一个对战三打输一安打 一个三阵一个保送 九局的下半 今天无论如何 屏东的乡亲是绝对看到了一场很精彩的比赛 对 这一球扫到了右外野方向 右外野手往边线附近一动 接进了手套里面 接到了 精彩 精彩 最后右外野手 终成要往到界外区 把胜利给保住 做了一个精彩的行进间的接飞球 也结束了这场精彩的原相大战 中场呢 南明哥台湾队在连输两场之后 这场比赛以三比一 击败了黄山兄弟